我為此鄭仲向公眾致歉 行政長官被揭發 接受富豪遊艇、私人飛機款待 以及遭用富商王坐標的深圳豪宅 涉嫌有利益衝突 因而成立的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 獨立檢討委員會發表報告 認為行政長官不受防止賄賂規管是不恰當 現時行政長官在收受利益方面 自行決定 沒有監察 沒有制衡 委員會認為 這是現行制度 一個根本缺陷 完全不恰當 委員會提出建議 將特首、問責官員和公務員看齊 納入防潰條例第三和第八條監管 即特首未經許可 接受款待、禮物、利益和價格優惠 列作刑事罪行 並且設立獨立委員會 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和立法會主席 共同委任三名成員組成 審批特首接受利益 例如普通朋友是1,500 close personal friend是3,000 這些定下來 general permission 即一般的許可 如果在一般的許可之外 就要每件事去拿特別許可 special permission 委員會有建議 將特首收受禮物名冊 改為利益名冊 超過400元的利益都要登記 而有關建議需要獲得立法會通過 香港福民電視記者何鎮宜報導 請稍退 銀行 請 請 請